哈囉大家好,我是Mating宇宙 今天要來講解凱撒路角色的Counter關係 瑞克其實也是屬於Tating的成長 我覺得他在會戰中影響力太大 那為什麼他後面會出場率變低 是因為某一次改版中 把他的一技能速度調慢了 距離也變短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他的很大的影響 他的強勢度還是有的 我覺得還是沒什麼差 他還是可以打出他的價值 他的優勢是在於會戰的價值 但是他非常怕分推角 因為我說了瑞克是在團轉角 就是去蹲點、資源 上面會給其他人很大的壓力 但是在線上的話 是非常怕呂布、凱格、夜叉 然後讚尼爾、麥克斯這種角色 這些分推角色可以給他 進線上的壓力 讓他沒辦法去支援會戰 那瑞克就不攻自破 直接爆掉 菲類這隻角色 其實在線上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多角色能跟他打 因為他的回血能力啊 然後清限速度 去支援會戰 在線上的話也沒什麼會輸的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 在凱撒路他沒有分推的能力 他分推的能力很差 就是他拆塔很慢 那推薦第一隻能打他的角色就是 佛洛倫 菲類這角色沒有位移 那佛洛倫只要滑到菲類的話 菲類只能繳大招往後退 如果你退的時間還不好的話 那佛洛倫還是追得到你 那你就只能給他滑到死 第二隻角色我推薦 菲類強的就是強大他的被動血穩 可以轉到冷回血 然後一直去 持續的輸出 那瑞克不會讓他有持續輸出的機會 就是他只是挑你 挑你之後呢 二技能擋掉 然後一技走 菲類就沒辦法去做繼續的追擊 他的前期只要躲在草叢裡面 菲類就不會有那麼好的清線空間 那瑞克就可以先清線 清完線之後呢 又可以先支援 對這就是我推薦的瑞克的原因 愛里一樣拉打能力太強 讓菲類沒辦法對到愛里 再來我要推薦的角色是超人 超人這角色就是瘋狂的跑線不理你 那你菲類也沒辦法造成超人任何的威脅 因為你沒有可以把他斷下腿的方法 超人就可以跑得很自由 那超人也可以把他的優勢體現出來 夜娜 夜娜其實就是 只要二技能到菲類 然後一技能上去打一套 然後在一技能拉掉的話 那其實菲類也沒辦法拿你怎麼樣 代表他覺得追過來之後 你用大招解控 他也沒辦法用二技把你拉回來 對我只是覺得 我是認為是這樣子 夜娜這隻角色也是T1 就是我覺得他的推線能力很強 支援蹲點的能力也很強 他最怕的就是分退角 只要給他兵線上的壓力 讓他沒辦法去支援的話 他就爆了 女步 海格 夜叉 這三隻角色我覺得都很好拿來打夜娜 還有一隻比較特別的存在是 莫托斯 就是我一直以來對到那個夜娜 如果我沒有分退角好處的話 我會出莫托斯 就是有那個護盾 然後吸血大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好打 但是應該是技能組的壓制我覺得 你們下次遇到可以試試看 凱格路是我覺得 能康特他的角色很少 先講他的優點好了 優點就是他分推很強 然後會戰只要坦撞的話也是非常強 抓後排能力很高 他的缺點很明顯就是 前期他什麼都做不到 他只能農 他需要一直的農 那你的隊友就要扛出這個壓力 就是對面一定會5個打4個 那你就是負責吧 全部能農的冰蟹野怪 全部農起來之後 迅速的到達中期 等你出了龍骨跟冬日之後 你就可以偏無敵 我這邊推薦打凱格的角色就是 佛羅倫 因為你講吸血可是佛羅倫傷害太高了 然後他就可以一直滑來滑去 讓你沒辦法吸 第二隻是 菲類 這隻角色比較特別 在前期會給凱格很大的壓力 就是讓他沒辦法農 你菲類不能只是 清兵線一直支援 清兵線一直支援 我覺得菲類打凱格的技巧是在於 如果凱格碰兵了 你就是直接打他 你不要管兵線 你直接打凱格 讓他殘血 然後下一波控兵 你就是盯著那隻凱格 不要讓他肥就好了 因為以你技能組 就是前期是非常好打凱格 不用一直跑線 如果你跑線 反而給凱格濃的空間的話 那凱格出到了龍骨 冬日天寵之後呢 如果他經濟高於菲類的話 那菲類也是會輸的 所以就是建議 菲類打凱格的話 是要更專注於 就是對線上面 不要專注於支援上面 如果你支援有一波爆了 然後凱格濃起來了 那你後面就不好打凱格 所以凱格這隻角色 我其實是非常推薦 還會做使用的 因為能counter他的角色太少了 我講的就是菲類跟卓倫嘛 那期待角色而遇到凱格 其實幾乎都是被砍爆的 就是拿凱格沒責 以上就是我新的分享 跟個人的見解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追蹤的是打開小鈴鐺 以通知喔 我是Mady的宇宙 我們下次見 掰掰